住在天水维瑞利系列的低密度屋若家屋有个大花园 种下花花草草给猴猴狗狗 或者给小朋友一个活动的空间 我们现在看着就是1,158尺 年901尺花园的五房两套 哇 是暗一点 不过有一个花园 花园很大 好棒 我看着座山 进门基本上没什么玄关 一个长形的手 这里可以放一个鞋柜 然后这边就是厨房 两边的工作桌面 都是按连一个花园 这个花园都可以通到外面 就是你不需要走走 还有它有一个洗手馆 一边就是洗东西 一边就是煮东西 再走过来就是工人房 工人试 顺着这边走就是第一间房 都可以看到自己的花园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图房设计 可以给老人家用 都用淋浴 都挺方便 还有有窗的 转过来 这里就是下次的 都是用淋浴的 家企丽 这间就是睡房 都是看自己的花园 第三间睡房 都是看自己的花园 这里转过来 是第四间房 就是半格窗 都是看自己的花园 所以每一间房的核心都是花园 最后就是主人房 很大 摆滚上就挺松动 而且它也有个门 出回到花园 那就很方便了 而且这边就是看街 看一些树景 舒服的 整个花园 很长 又大 可以做的东西就很多 你可以安排在那边 打也没什么问题 这边就是主人浴室 豪宅的五件套 双升盘 坐姿区 浸浴区 这边还有一个浪浴区 唯一缺点就是无窗 不过靠个案 抽濕机 整间好看完你觉得更喜欢